好捨不得 因為他們都對我像家人 眼眶泛紅 忍著眼淚 及滿臉的不捨 來台灣參加五天五萬元 牧場活動的香港女大生吳欣倩 28號早上搭機返回香港 一早牧場人員就在機場大廳等候 要歡送吳欣倩 中井的明信片 還有我們大家有寫字的相關 就是那個 彩繪牛 拿出小禮物 每個牧場人員都準備了 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 及台東的特產要送給吳欣倩 對於三天內就因涉嫌非法打工 被專情對集社會局約談兩次 結束行程準備搭機離台的他 也一掃前幾天的陰霾 表示還是會再來台灣 當然有不開心 因為這個真的 令我的行程 是少了好多時間 還會再來台灣嗎 當然啊 台灣人都好好 好熱情 而之前五天五萬元的薪資增益 牧場最後也將原本的五萬元活動獎金 扣除掉外國人20%的稅金後 提供了四萬元給吳欣倩 這都是依法扣了20%的稅 所以他給了四萬 是是是 入戲的一些行政法規 出入牧場一定會負起相關的 法律責任還好 行政法規我們一定負起這樣子的責任 對於台東社會處表示 將會做出財處 牧場最高將會罰到75萬元 而女大生也可能被罰3到15萬元 牧場人員表示已經做好準備 如果最後結果要開罰 他們也將會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記者徐玉露李一璇台東報導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